优质的服务为我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特别是1934年底 国际饭店开业的消息 刊登在上海的各大报纸轰动一时 作为这座远东第一高楼的设计者 我和我的团队获得了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 我也成为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明星建筑师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1935年爆发的国际银架危机 对上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整个城市的建造活动几乎停滞 我的建筑事务所变得门壳罗雀 那段日子公司只拿到了一个重要的委托项目 差不多快要关门了 幸好我碰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1935年9月 当布满30岁的年轻傅张吴通文先生找到我的时候 我决定拿出毕生的本领 为他打造一座上海滩绝无仅有 现代感十足的绿房子 它总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就是这个房子没有棱角 楼梯啊都是圆弧形的 我们因为小时候很调皮嘛 从楼上下来 我不是走下来的 沿着这个扶手滑下来的 就坐在这个扶手上面 就是一直从上面一直滑到底下 绿房子所在的这个地块面积不大 形状也不规则 为了获得更多的实用面积 我把住宅设计为四层 这样的高度几乎快赶上一栋公寓了 一层有舞厅 担子房和酒吧间 二层是餐厅 起居室和阳光房 三层和四层为卧室套房 室外有花园和网球场 这座豪宅不仅有足够的居住空间 还满足了主人的社交和娱乐需求 我外公呢 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样样都喜欢玩 他会放一点精细 他是演的武生 他会耍钢叉 到文革以前 我们已经搬到四楼了 四楼的平台上 他每天早上还起来要练一下 锻炼一下身体 还有一样东西呢 溜溜球 而且他很会弄 弄了以后在脚底下 怎么转来转去 身上怎么转过来转过去 他也专门请了老师来教跳舞 下面那个大厅 是个舞厅嘛 好多那个电影明星啊 比如说李立华 夏孟啊 周璇啊 都来过 绿房子独特的外形 非常引人注目 许多人好奇 这座远东第一豪宅 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正如我向他的主人保证的那样 这座豪宅的内部设施都是超前的 因为我大胆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材料 即便到今天也不过时 这个电梯呢 它里面最多是三个到四个人 你看 它现在保护起来还是做得蛮好的 它这个门 电梯的门 它都是修复了 那它这个修复得很好 这个都是基本上是原来的东西 都是原来的东西 那么这种结构 现在的电梯 你看起来是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对吧 那么它里面的那个照明呢 就是我人踩进去的话 它就亮了 地板地下有一个开关嘛 里面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原来 你看都是原来老的 包括它的墙壁 它的板壁都是老的 都是原来的 它的地板有一个特殊的构造 它这个地板的形状 是个新 Hut 除了上海第一个 在私宅里安装的电梯 我还设计了先进的冷气和暖气系统 在上海潮湿闷热的夏天和阴冷的冬天 都可以保持室内的舒适 它在地板 你看这里面牵着这个暖水管 它就是暖气嘛 它这个上面的花纹 它跟外面栏杆上的花纹 跟这个里面的花纹都是一致的 当时乌大科它的设计 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 因为当时在1938年是扛载了自己 所以它在里面再设计了一套发电的装置 万一断电了以后 你可以全东方子供电系统 它可以回复 武通文先生对这座绿房子非常满意 他买断了我的设计图纸 锁进保险箱 确保这种房子独一无二 据说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 在那风云莫测的年代 这种房子是他避风的港湾 他造好这个房子 感到是很得意的一个杰作 在上海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所以当时我听我的舅舅说 有这么一个外国的一个企业 就是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那么而且另外就给一条船 给一条船 那么但是我外公是不肯 绿房子是我最后一件经典之作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我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日本战败后我才发现 1945年 日本人正在计划逮捕我 和另外三名匈牙利公民 因为在战争期间 我担任了匈牙利 驻上海领事馆的荣誉领事 我不仅拒绝开除我的犹太医秘书 还保护了12名犹太人 可是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上海 我已经筋疲力竭 只能保全自己 1947年 我带着妻儿登上去往欧洲的邮轮 悄然地离开了这座 生活仅30年的城市 我在美国的加里夫尼亚 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那是段平静的日子 可是除了为自己建了一庄住宅 我再也没有新的设计了 我几乎全部的作品 都留给了上海 绿房子的命运 也经历了几番波折 昔日的主人离开了 如今 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 规划师们 成为了她的新主人 这位美丽的女士 在上海出身长大 她把对这座城市的爱 融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自从大学毕业后 进入了规划院 她从事历史风貌保护的 规划工作已有20年 我们规划院是1978年 来绿房子办公的 当时一直在二层 那么后来到1982年的时候 把其他的单位清除以后 绿房子就作为 我们规划院独立的办公场所了 那可以说 改革开放前20年的 重要的规划 都是从我们绿房子里面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们又戏称 绿房子是上海城市建设的 总参谋部 那么一个重要性的规划 比如说就1984年编制的 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 上海第一个批准的 上海市总体规划 那么还有一轮呢 就是1999年的总体规划 包括我们最近刚刚编制完成的 包括正在报国预审批的 就2040的总规 都是在这个绿房子当中产生的 我曾经用自己的建筑作品 改变了上海的面貌 而他们则用一张张蓝图 改变这座城市未来的面貌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 绿房子会以这样的方式 和一座城市的命运相连 2008年 绿房子建成整整70年 这一年 规划院决定 以修旧如旧的方式 对绿房子进行全面修缮 我们称绿房子 就是因为它右面是绿砖 当时这个时针它是定烧的 所以我们在上海 或者在景德镇到处找 可以烧这种砖的这个地方 通过烧了很多很多药本 然后最后确定四种颜色 不同的在这个地方修补 那么形成了现在这个绿房子外观 比较浑然一体的这样一个格局 除了恢复绿房子的外观 内部的设施也进行了修复 他们发现了这座豪宅中 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证明了我当年并没有跨大其词 当然一些隐藏着的小秘密 也被发现了 这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有趣对话 我们这个绿房子是上海第一个 装电梯的一个私人住宅 所以当时也成为远东第一豪宅 当时电梯是已经是不能用了 这个电梯的信口是奥提斯电梯 我们通过这个修复 把那个电梯里面拉门都修复了 还在我们在电梯里还发现了一种 当时从西方眼睛的新的材料 叫亚马占地 我们发现就是当时比较早用 这种材料的这种房子 还发现了有个地方 传了一个保险箱 原来都没有看到过的 那么后来把这个保险箱的地方 也修复到 也作为文物保存起来了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西文庆小组里的年轻人 又一次出发了 他们要对上海郊区 50年以上的老房子进行实地踏坑 为了留住这座城市的记忆 规划师们不仅保护了我的建筑作品 还让上海许许多多的老房子免于劫难 上海是在1989年 1994年 1999年和2005年分别颁布了 一到四批的优秀历史建筑 那么2014年又颁布了 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那么一共是大概是1000多处 那么有2000多栋的建筑 乌达克的建筑 基本上90%以上的建筑 都是给保留下来 还有28处已经列为优秀历史建筑 我们上海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 划定了12片历史风暴保护区 总的面积是27平方公里 那么占到当时解放前 建国前历史地区的三分之一的面积 这个面积也是很大的 那么后来又正在郊区 增加了32片历史风暴保护区 面积也达到了14平方公里 那么这个使我们上海的保护的对象 就拓展到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有人说我塑造了上海 我要说是上海接纳了我 也成就了我 我感谢这座城市 我的故事差不多讲完了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看 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新的机遇 未来在你们手中 祝你们幸福 再见 我感谢 我们下午过去 结束 有位我们下午的时间 juste有位 Pour两天 我们下午的时间 有位我们下午的时间 我们下午的时间 我们下午的时间